Hello大家好,我是酱油,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一个简单的购物分享和我今天的这个妆容的上脸实测,就是用的我新买的东西,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买了什么东西,首先是一个波兰的这个Beau的粉底液,据说是低迷,然后最近的热度和网评度都很好,买了一个Zoeya的三色盘,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把最新出的这个Mac的合作版,就是和NikoPan, 这个小腮红,然后买了,别的都是一些补货,比如说Benefit的眉笔,还有一个YSL的新的这个唇釉,就是它那个银色的爱心圆管的这个11号,算是个热门色吧,然后就是完成的我现在脸上那个妆,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我们先从底妆开始上,首先我是先买了一个这个波兰的叫Beau还是叫什么的,具体的名字我会打在屏幕的, 下方,然后新西兰里也会写明,这个是我有一个订阅者,然后私信问我有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然后也是在欧洲的这种小众牌子,然后我其实根本没有听说过,但是它好像也是最近也挺有名的,然后有几个国内的这个up主啊,还是美妆博主有反馈过它,然后有做过实测,然后我看了一两个视频,然后我搜了一下, 然后它挺好买的,我就买了一支,我买了一个01号叫Lightbridge,我还没有上脸试过,用用用看,这个如果在德国的小伙伴的话,它是在Müller买,最近它在打八折,所以很合适,就是我们先上一个primer啊,这个油还是用这个Fasali的这个独角兽的油,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 我一般是低这么一两滴,稍微稍微上一下脸就可以了,接着说刚才那个粉底液,这个粉底液,德国的小伙伴,我只知道可以在Müller买,然后Müller是有它的贵的,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因为我这个城市,我在的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村是没有Müller的,然后我就只能去隔壁村买嘛,然后我又怕隔壁村的 这个柜上没有,就从网上订的,就从网上订的,但是其实是有的,所以大家放心去买就可以了,然后它定价是8块9毛9欧元,然后它打八折完了才7块多一点,然后我就觉得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平价的价格吧,包装是真的是很很简陋很廉价,包括这个塑料壁的瓶子都是很一般的塑料壁,一点也不厚实的, 好,我们用一泵这么多啊,先用一泵试一下吧,我估计得挤两泵,然后用美妆袋,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用手挤完了以后,还是要用一种就这种黏肉筋啊,或者擦脸筋啊,再给它多断两下,该吸的水都吸了,其实它能吸再吸出不少水来,就尽管你用手挤的话,已经完全是 没有水的了,但是用这个吸还是能吸出很多来,那我们上脸试一下,我买了这个以后呢,我跟我的微信的一个小伙伴聊天,其实我也没有见过他,就是一个同好者 聊天,然后我说,我最近买了这个粉底液,他说,你用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个颜色,这个调是发灰的,然后他还给我上了一个图,说这个调是发灰的,然后 我看那个图真的是偏灰的,就是他,他不是个黄调,他就有点发灰,吓得我就直接把粉底液拿出来,然后试了试,他还行,然后我这一次上脸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镜子是两面的,我怕闪到大家,我就离得稍微远一点 还行 没有什么遮瑕力啊 我感觉疾瓦力不强,这个疾瓦力一点都不强 倒是挺轻薄的 妆效没觉得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但的确是低敏的,刚才有没有说 就是他标榜着是低刺激,低敏的,所以敏感肌也可以用 好,我再补一点,他疾瓦力真的是 太低了,啥也遮不住 有一点提亮的感觉,但不明显 嗯 制含力真的不高,这个制含力属于偏低的 那我今天要不要测试一下他的持妆度啊 他总点占点优势吧,涂起来 感觉和碧玉霜的差距不是很大 希望他的持久力强一些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妆效 大家看一下就是什么 能看见这些斑 斑都还在 然后这毛孔什么的都在 然后黑眼圈也在,都遮不住 我先涂一个,我再涂一下润唇膏 润唇膏是 这叫什么千副链,还叫什么中文面 润唇膏 嗯 诶,这个忘,忘在上一支视频里跟大家讲了 好,接下来我们画眉毛 眉毛,眉毛用的是这个Benefit的这个眉笔 我之前有一个3号 然后我有时候觉得3号特别深 这次我买了一个2号 买了一个2号 然后用过一次了 我觉得2号偏浅了 以后还是买3号 2号有点真的是偏浅了 我比较喜欢用他的那个扁的那个眉笔 然后他那个极细的我就 觉得不是很爽 然后我 我最近又买了一个他的眉胶 还没有去取 下午的话可以测试一下粉底 然后去取临时起义 应该是能取了那个快递 我在法国斯福兰买的 法国斯福兰最近是打七五折 所以 大家可以去买 但很多牌子不打折啊 就是像什么Anna Cetace Fanty Beauty Two Faced 就都不打折 还有很多护肤啊 什么的 Lamere都不打折 虽然他打七五折看起来挺多的 但是他本来标价 就比德国的很多网站要贵很多 所以也还好啊 二号色太强了 大家以后还是买三号 除非你染成特别金色的头发 别的真没必要买二号 我有点后悔 先上一点眼影打底膏吧 眼影打底膏用的 Urban Decay的这个 上一次有一支视频里 我问过大家 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眼影打底膏 然后 就是我想买一支嘛 结果看了看去 还是不知道买什么 就买的这个Urban Decay的 Urban Decay的我用过了 这应该是第三罐了 但其实都没有用完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装有点问题 也可能是我挤的有问题 就是他挤着挤着这个包装会裂 中间会开口会裂 然后就是基本上用半管 另用半管就得几天 所以 这应该是我的第二支 这应该是我第二支 不是第三支 其实这个很经用的 就是一支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先涂一点 然后让它干一下 然后我们再什么 我们遮一下霞 遮霞用Benefit的这个 好 眼妆我用这个 这个是走伊瓦的这一盘 三色的腮红盘 很漂亮 走伊瓦的包装都是非常轻的 非常轻的纸盒 但是印花什么的都很漂亮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携带的 就是真的很轻 很适合带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三色的盘 然后我今天当眼影画一下 先给大家用手臂试一下色吧 哦 这个红色真的是超显色的 好 这是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超显色 但这个红色 如果做眼影的话 是不是粉质不够细啊 中间这个 这个手感 中间这个的手感 比这个红色的手感要细一些 然后这个 不要浪费 手上这点高光 我打在这个眉骨的位置 试试 好那我们先画一下眼妆吧 好我们用这个橘色的做一下打底 接下来我们上一下红色的 好接下来我们涂点这个最亲爱的那个高光色 好进行晕 好这个就是强调下眼镜 下眼妆的眼妆 我们画上眼线和睫毛膏 好 这就是画完眼妆的效果 我们现在画面吧 我刚才涂完睫毛膏 然后打了一个啊气 然后睫毛膏就画在下面了 我稍微擦了一下 嗯 还是下面有一点睫毛膏的叶 嗯 先这个样吧 我们先进行下一步 啊 塞红我买了一个这个 啊 这个叫妮扣潘大的这个联名版 它其实早就在德国上了 上了有半个多月 小一个月了吧 然后啊 我去柜上也试了 就是他家其他的系列 我都不喜欢 刷子倒是挺可爱的 刷子偏贵 刷子应该是70多欧一套 然后还是那种小刷子 所以我只买了这个塞红 对 它是这样的包装 然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做的是浮雕的样子 然后特别可爱 里面这个也是腮红 嗯 它的最外面这一圈是雾面的 然后这个白色的是高光 然后里面这个眼睛啊 还有耳朵这些粉红色的呢 是带细闪的 然后我混刷 刷一下试试 太好看了 我都舍不得破坏 但我还是想试一下 还没有还没有用过 刷子用走一把的刷子 然后沾一沾 我觉得这混刷的话 应该是既有高光色 又有腮红色 没大有特别的颜色 感觉非常浅非常淡 非常浅 而且不大像腮红的颜色 有点像高光的颜色 没什么颜色啊 怎么回事 换一把刷子 把毛稍微再实在一点的刷子 然后多沾一点 它沾起来 它混刷起来像 像高光 不大像腮红 腮红颜色偏浅 我不信 我要多沾一下 它的眼睛 没什么特别大的颜色 就是偏高光的颜色 如果做高光的话 它的高光也是非常细微的 效果的话 好像是有点效果 因为这边是完全没有刷的 然后你看这边刷的 它就有个淡淡的 粉红色的光泽 然后 然后提亮的效果也变很好 是的 就是你看这边还是暗一些 需要点光泽 然后但这边光泽就好一些 还行 我觉得需要 多次叠加 它能看见好看的光泽 是有点区别的 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 这边是变亮了 有一个提亮 有一个暗粉色的提亮 但这边就是 什么也没有 就是暗的 有点像蒲公英腮红的那种 那种粉色 然后 混刷的话 有打亮的 提亮的效果 你看这边也突然就亮起来了 这个就是你刷了以后就不用刷全骨的高光了 不然就太亮了 就是有个少女粉的粉色光泽 这个还可以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因为它可能合作嘛 所以它价位偏高了 但是因为包装实在太可爱了 又是联名限量的 所以还是挺值得收的 我觉得甚至拿它 做全脸的定妆也不错 应该是可以做全脸的定妆的 因为 这个发粉的颜色实在太浅了 高光色比较明显 好 接下来我们画修容 修容就是简单画画 用Fenty Beauty的这个 鼻影还没打呢 对了 就Fenty Beauty的这个 Amber 然后一般鼻影的话 就这样涂在那个止度 然后搓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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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边就可以了 再用干净的手指这样 搓一搓 就非常自然了 这个鼻子的立体度就有了 下巴简单的修一下吧 就画一刀 然后用鼻子的来那 稍微拍一下 然后我们涂上口红 实际上装面就完成了吧 先涂口红 口红用这一支 YSL的11号 就是它的那个银色的圆管 爱心的11号 11号应该是个最专门的颜色吧 前一阵我看完网站上都断货了 这一阵我看又有了 然后这个我其实买了一阵了 然后第一次在频道里说 其实我个人觉得没太必要买它 它就还好吧 它是那种纯乳质地的 有点乳的质地 然后呢有点亮泽感 就是有点闪耀的亮泽感 然后涂的时候呢还是要很小心 因为它有点透过晕 但它刷头做的挺好的 就是挺大的 挺大的挺软的 然后沾这个叶也做的挺多的 它味道也很香 有一股甜甜的那种水锅果汁果香味 好涂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点亮面有点光泽 但是我这个也嘴唇起皮 好 那整个妆就完成了 是的 然后我们喷上这个 我最近特别喜欢这个 Harvard FX的定妆喷雾 这个我真的超级喜欢 我本来以为呢 它就是普通的这个瓶 但是它其实是 就是这个里面好像和那个修正液似的 就是有那种小球球在里面晃的感觉 然后它喷起来光泽效果特别好 真的是光泽机效果的喷雾 显得你底妆特别好 它不是那种打高光的那种 呃光泽感的好 它真的就是 你显得你整个妆面 就是皮肤显得那种发光肌的感觉 除了这个睫毛膏画的真是特别事外 就是画完了我立刻打了阿琪 然后又画在下面 其他的这个妆面还是很很完美的 那我们把发型换一下 好那头发整理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我今天稍微拍一点片段 然后做一下这个粉底的实测 这也是我第一次上这个粉底液上脸嘛 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反馈吧 目前来看 呃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然后加上它提亮这个效果都是有的 那一会我们见 而我们再发现 稍微的色 这是有的 这个检测 所以我可以看到 再去的检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Clement ignore 那些时间 她可以看 好 那些花几个是 某些花几个是 这样 那是